接续大园区的彩色海域季落幕 从4月27号开始到5月11号 炉竹大谷山野百合花季即将登场 民众除了可以在大谷山观景平台 三笔彩绘边坡 万设桥头坑口彩绘村等地点 欣赏到满山遍野的野百合花之外 现场还有多长的农事体验活动 轻旅行计划等等 要让民众体验到不一样的赏花行程 随着倒数结束点亮水晶球 象征2019野百合花季正式开始 民众从4月27号到5月11号 前往赏花特定地区 有大谷山的福山宫 大谷山景观平台 老鹰景观平台 三笔彩绘边坡 外设桥头坑口彩绘村 以及捷运A10站 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野百合花海 大谷山以及坑子溪 拥有最多的食农教育的农场 也有闽南文化的特色 也有美好的山林的生态 包括水路农场 也在我们的大谷山休闲农业区里面 我们在野百合花季的期间 我们会让所有的游客体验到 完全不一样的休闲农业区的主题活动 现场也邀请到大谷山休闲农业区 走遍特色农场展示的地方特色商品 让大谷山的在地特色可以一一的呈现 也举办相关的农村生活体验 农作DIY 散花巡礼的活动 有各社区发展学会 共同富裕了8万2千处的野百合 今年在4月5月的时候盛开的时候 我们来举办2019百四合一 大谷山野百合花季 各个农场就是渝菜区共生 还有鹿场 还有景家农场 还有内润风港湾 很多的农场都有一个体验 配合这一次花季开始 假日在活动展区 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 每个小时都会有导览人员 沿着散花路线来进行解说 让游客欣赏到野百合花同时 也体验到大谷山当地的风俗民情 桃渊也是新闻 董雨菲林顿峰 桃渊成本报导